台湾2024大选 国民党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 侯友宜是警察出身 警戒资历长达30年 她在2010年获得 时任新北市长朱立伦的赏识 担任副市长 从此开启了她的从政生涯 随后一路扶摇直上 成为了党内人气王 警戒出身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现年65岁 2004年取得台湾的 警察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 法学博士学会 她在23岁开始担任刑事警察 并陆续担任刑事警察局长 警政署长 警察大学校长 拥有30年警戒资历 期间侦办过许多重大社会案件 侯友宜曾说 警察的身份教会她为人民做事 牺牲她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2010年时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邀请侯友宜担任副市长 从此开启侯友宜的从政生涯 2018年朱立伦两任期满 侯友宜代表蓝营参选新北市长 顺利从朱立伦手中接棒 侯友宜上任后积极推动 让新北市成为全台第一个 由市政团队分担警察的查气勤务 促使警政护卫后盾 提高打击犯罪成效 也让她警察市长的形象更加鲜明 加上执政风评不错 在2022年连任市长 更让她成为国民党的人气王 不过在近年 侯友宜对于朱立伦领导的党中央 所推动的诸多政策或立场 似乎刻意保持距离 或甚至不表态 引起党内部分反弹声浪 认为侯友宜忘恩负义 但朱立伦一贯以民进党 见缝插针的说法 粉碎两人不合传言 如今侯友宜将代表蓝营出征大位 她呼吁党内团结 目标成为稳定台湾的力量 凤凰卫生蓝金独料起光台北报道 凤凰卫生蓝金独料起光台北报道 凤凰卫生蓝金独料起光台北报道